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 去年發現超額收生 調查事件的委員會完成調查工作 報告指出 兩間學院今個學年 一共收錄8,000多個學生 超額四成二 兩間學院自行在內部修改目標收生人數 但未有提交大學校董會確認 調查報告點名批評 已經辭職的兩院院長馮培榮 並沒有按照既定程序 而是以個人的意願過於盡取收生 而在招聘教師上亦有言誤 令學院要真聘兼職教職員填補空缺 而馮培榮在去年10月事件揭發後 已經向大學請辭 報告同時指出 他的上司、領大協理副校長陳曾升 沒有充分執行管理監控措施 報告對於兩個人表示極度遺憾 校董會討論其實都有不同意見 當中亦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更嚴厲的懲署 但在有用同意見之下大家討論 相信我們今天用極度遺憾他 竟然是一個很重的信息 也可能對他的事業上應該有影響 因為他作為一個教育人員 如果有一個這麼強的指控 我相信也會影響他 至於我們還有更加有效的懲署 報告建議大學校董會全面檢討兩間學院的架構和組織 並且為兩院的管制委員會主席設立任期的上限 至於由學生組成的關注組織 認為調查報告未完全反映學生的訴求 希望相關的人士 例如陳真聲教授 或者馮培榮院長 或者周苑文女士 可能相應他們這次超收引起的事件所負的責任 例如陳真聲教授會否提早離任會否好些 這次他根本不可能發揮他應有的監察角色 而馮培榮院長雖然說他已經辭職了 但其實他仍在收緊嶺南大學的人工 那會否說可能嶺南那邊做出一個停薪的處分給他呢 他們又要求增加校董會 和學生溝通渠道 以及盡快完成補救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彭樂彥報道